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光光条是向左移动了一点 那么有同学可能会问 现在是不是有点太暗 这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不要着急 我们现在只要确定 它的这个光线是合适的 光线的造型是合适的就行 那么具体的光比呢 我们等三盏灯都做完之后 我们再来考虑 好 我们现在呢 打开这个 顶灯 我们再来拍一张看一下 好 我们拍摄一张 顶灯亮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顶灯的结构打亮了产品的这个上部 把这个产品的这一个 在另一面上的这个结构 转折给表现了出来 而且再加上了顶光的光线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整个平时的曝光现在是合适的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把这个右后侧的这个光线 这个灯光给打开 好 我们拍摄一张 幼色的光线也打开了 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亮度还不够 我们想让它亮度再高一点 幼色这个光线啊 是体现这个产品的结构 另外呢它也展现这个产品的厚度 我让它再亮一点 好 再拍摄一张 不错 再亮一点 然后把这个位置稍微靠前移动一下 好 再来拍摄一张 好像有点减弱了 那我们再增加一下亮度吧 那么这样呢 我们这个拍摄就相对完整了 我们再加一个档 呃 现在呢老师觉得 平水上的主体上的灯光还有一点强 那我们再把这个1号灯的灯 我们再把它这个亮度降一点 OK 不错 那么我们完成了这个平身的基本拍摄之后呢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来泼水了 我们要营造一个水花四件的感觉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一个水花的一个 泼洒的一个抓拍 我们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几个问题 第一呢 你核焦完成之后 要把这个对焦改成手动对焦 这样能保证在抓拍时 相机的一个反应速度 其次呢我们要尽量低功率的输出 这样相机的回电速度会更快 保证我们的抓拍效果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拍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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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呢我们就完成了今天的拍摄 我们所有的拍摄的这些水花素材呢 可能很难找到一张造型都十分完美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多张的组合 去拼送一张完美的照片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拍摄 感谢大家的收看 by bwd6